中建股份重标带CC4标段 淡布隆找得地高架桥 包括高架桥 三开拉布大桥 互通改建等工程内容 1.淡布隆高架桥 P269钢平台是采用浮吊 利用清淤厚的航道完成发射 预制构建通过驳船 从摩拉港及三开拉布河进入船坞 并由龙门吊卸到钢平台上 高架桥是全预制桥梁结构 预制工程量巨大 沼泽地高架桥施工为钓鱼法施工 首先 钓车在钢平台上 利用液压锤施工 单浮预制管装 装帽及踢颠 工程中转装 在工程中转装 的施工程中转换 准备 手工程中转换 微涨 以预制管装为基础,搭设可拆卸临时钢桥面 吊车转移至钢桥面上进行作业,进行对称幅结构施工 单个作业面共投入四台铝钓进行作业,前端两台打装,后方两台架设装帽和梯棉 同时,临时钢桥面可循环利用,装机、装帽、梯梁形成流水施工 降本增效优化施工方案 项目部对739钢平台优化为采用处通道首尾约180米用钢站桥外 中间取短修处施工电道 这样,不仅降低施工费用,更能缩短施工时间5个月以上,从而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4个作业面同步进行,三道工序环环相扣,总计投入16台铝钓 待高架桥施工完毕后,拆除临时结构后,对当地的植被采用人工种植进行环境恢复 2.三盖拉布大桥 三盖拉布大桥下部结构施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钻孔灌柱装施工 钢板装围焰施工 机壳开挖 线交成台,蹲住 三盖拉布大桥,上部结构,采用对称悬臂挂栏栏施工 该工程为文莱历史上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同时也是中建系统内中标带首个国际公开招标带最大基础设施项目 建成后,将把由文莱湾隔断的文莱本土和弹部龙区连成一体 战略意义先重 优优独播剧场电视团m